3月底多伦多,这里是多伦多的好市多Costco 这里也有卖姜果小苗的 一个包装是两颗,两颗20块钱 比另外一个店要便宜很多 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想买的话 Costco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来看有哪些品种 红莓,这个咱们以前多次提到过 它的最大问题,一个是串根,一个是有刺 但是呢,果子确实香 家里要是有小朋友喜欢吃的话,也可以买 虽然有次,我以前带我们家孩子去农场摘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带在手指上,可爱极了 顺便说一句,Costco他现在把这个摆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叫促销 但是为什么不降价促销呢 为什么要促销呢 就是因为再过两个星期,可能盆栽的,大盆栽的就要上市了 但是盆栽不一定有这种品种 再来看蓝莓,也是两个,但是两个不同品种 书上说如果是两颗蓝莓互相授粉的话,会提高它的作果率 如果这两颗蓝莓是不同品种的话,作果率更高 所以你看,两个品种,一个叫Jersey,一个叫Legacy 包装上都有说明,告诉你怎么种 他专门提了,这是喜酸植物 他建议你在种植的时候,加peat moss,泥碳蜆 可以降低它的pH值,提高它的酸性 但是有人做过实验测试,泥碳蜆能降低酸性 不假,但是时间很短,有了几个星期就没酸性了 如果是碱性土壤,像多伦多地区安省南部的话 很多花店都会卖那种,在卖花肥的地方会卖提高土壤酸性的肥料 肥料 还有很多品种的Lilac Fran,这应该叫French Lilac 法国紫丁香 一个包装里就有一个品种 其实花色呀,当它开花的时候你分辨不太出来 花香呢,都非常类似,几乎是一样的 要是我买的话,我们家没有阳光啊 你家里最好是有阳光,土壤,贫瘠,什么东西都种不好的地方 阳光暴晒,你又不想太多浇水 当然,头一年种的时候还是需要浇水,让它扎根 那么阳光明媚的地方会帮助它开花多 但是像这么一点点小苗 可能要等两到三年才能开第一次花 有个思想准备 回来再看这个江果 他上面的提示说了 要你剪掉细小弱的枝,促进它长新枝 但是呢,我的想法是 它的枝都已经很弱了,每枝都很弱 它真的长成了粗枝 差不多有将近手指的这么粗 这个稍微细点,但是也会长粗 我的想法是,头两年都不需要剪 让它自然的生长 整个长得根扎好了以后 忘了以后,你再剪掉细枝 不迟,确实是在粗枝上更容易结果 好啦,Costco卖的小苗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咱们下次见 另外一个店,虽然价格贵一些 但是呢,苗大呀 开花了都